我们必须要想到 这一生是很不容易 得人生文佛法 文佛法里面听到了大臣 大臣里面又遇到进度 这是无比殊胜当中的殊胜 我们遇到了 遇到进度换一句话说 你这一生超越六大轮回 往生其乐世界 做阿维悦至菩萨 你就有份了 你能掌控得住 你决定持久 很多很多人不能掌控 原因在哪里 六大轮回 没放下了 留念 现前的境界 留念 留念里面最严重的 情知 你有喜欢的人舍不得离开 留念财产 留念四亿 归纳起来 不外乎 不外乎 财色名利 齐全无欲 这通通通是轮回业 要往生极乐世界 轮回业要全都写掉 那佛教弟子 断我修善 慈悲一切 一切 那这个意思 广生的障碍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呢 表演给学佛同修看 学佛要像我这个样子 才有成就 不能放下 就不能成就 放下 不是在四上讲 是在心上讲 四上放下 心上留念 没用 是没有放下 心里头清净 关用 所以放下 是心放下 不是四 这是一定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 四是表演 如理如法 记住 你学佛法 你学佛法 把佛法都学偏了 学邪了 佛讲的中正 你没有得到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死 对物 要有智慧 智慧 有分寸 有先后 有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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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 要做出来 给人做个好朋友 才不止于 让别人看到 敬送五会 敬送五会